我是吴若全 今天是国际巨星全方位的一人 黄锦文来跟我们聊天 锦文你好 耶 我爱吴若全 大家好 我是黄锦文 好 锦文呢 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吗 看情形 看情形哦 对 还有看人 看人 看状况 看状况 你不是吗 想了一下 我刚才说好好说话 其实什么叫做好好说话 最基本就是不要得罪人吧 那我应该都没有 我还蛮容易得罪人 你有发现吗 谁告诉你你也容易得罪人 很多人 真的假的 对 还有就是后来我跟一些朋友 都不接我电话之后 我就知道我应该得罪他了 可是有人跟你好言相逊 或私底下告诉你说 你刚才讲的句话 别人可能听了之后会不开心 以前宝妈常常跟我说 她真的是一位良师义友呢 你也有时候也会提醒我 偶尔啦 可是我后来觉得你蛮容易受伤 你没有发现我最近都没跟你提了吗 对啊 为什么 你怎么会觉得我容易受伤呢 我是啊 所以我后来讲过几次之后 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你太严苛了 其实也不会 我觉得人就是很矛盾 我又希望你跟我说 可是我又希望你好好的跟我说 可是什么叫好好跟我说 那是我想要你用的方法吗 也不是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真正精准的衡量 我要说到多直白嘛 对 我那天跟一个人沟通啊 就讲得很 可是我真的因为不知道他真的的想法 对 那我觉得我详细的讲完之后 他就说我听不懂耶 可是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胆识 我后来觉得我蛮佩服我自己的 什么意思 我就静静的看了他一秒 然后就很认真的问他说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我讲完之后 这样好像也没有好好说话 不应该这么强 你说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我请问你 你心里面是觉得他一定 你心里面觉得他懂他在装上 没有没有真的 我没有立场 我只想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没听懂 还是装不懂 可是有些人会把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这句话想很深耶 对啊对啊 所以我也觉得我这样也没有好好说 甚至检讨当中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不懂 那我就会想办法解释到你懂 那你如果硬要装不懂 我觉得我们最近也没有什么需要再讲的了 所以好难哦 所以要好好说话好难 因为你不是他 你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 真的内心就是在说什么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种个性太直白的人 因为就想要很率直的把事情表达清楚或说 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会得罪人 其实我后来觉得啊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如果得罪也就算了 对对对 因为我刚才以为你要讲说年纪增长之后就越委婉 我现在不是我觉得我们年纪增长之后就越直接 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这样那就算了 我也会觉得说因为我时间也不多了 不要那么 我好好跟你说话时间也不多 就是说因为这个年纪我说实在话 合得来我觉得大家就好好相处 合不来我就也不用勉强再去勉强那个不愉快的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年纪能够建议你 我告诉你那个那个绝对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因为他的以他的经验 他绝对可以告诉你好多很棒的经验 那听不听我觉得就是在于你 如果接受当然会更好 如果不接受 其实说真的好不好那都是他 也不关我讲话的人事情 而且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对外面的人 都会提醒自己要好好说话 其实有时候就是回家之后都会忘了 那我其实每一天都会提醒自己这件事情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对家人的要求都很高 对家人都特别不耐烦 或者是比较严厉一点 那真的是要提醒自己说 其实在外面要好好说话 当然是我们跟别人沟通 维持你基本的尊重礼貌跟人际关系 但是回到家里好好说话 有时候是在提醒自己 其实家人也很容易受伤 就不要因为自己就是依迟着说 我们是家人 我们的关系就不会改变 但因为累积很多的这种受伤 其实是会让彼此的感情 更疏离 或者是我觉得譬如说以我的例子来说 因为我妈就已经88岁了 那我觉得有时候 当然老人家有时候真的 她有时候跟小孩一样 那你就一直要跟她 我当时也很欢 要跟她讲到好像变一个理智 可是我后来我都觉得 其实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你让她觉得 她错了又怎样 只是让她更难过而已 而且她们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 所以我每天都想办法 要让她觉得她是对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好难 等一下 但是你妈妈跟你的回话 比如说会像我妈这样子吗 等一下再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 好 好 通常家人是怎么回话 敬文刚才要举妈妈的例子 因为我妈现在年纪健大了 她很喜欢捡东西 然后也不舍不得丢她以前的东西 所以家里的东西就会越多越多 可是我正要跟你讲这件事 什么意思 对 你今天又忘了带 我觉得你每次带你妈妈 收集的东西都好好用 我告诉你两个 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 一个就是那个肉色的 就土黄 浅土黄色的那叠口罩 我觉得是我疫情这么多年 来用到最好的一个口罩 对 还有第二个啊 你曾经带你妈妈也收集 但没有过期啦 我有认真看 就是那个白木耳的罐头 就是那个瓶装里面有白木耳的 你怎么我一讲你就比那个手势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超好喝的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当家里有很多东西是 你超乎你想象 就是连走路都会去绊到脚的 我知道 那一种状况就是 东西堆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走了 然后因为我顾虑到是他们的安全 安全我知道 我先跳离那个沟通 就回到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 一定要记得 就每次礼拜我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就随便选一样东西来送给我 那我觉得你妈妈也会很开心 可以不要只是一样吗 十几样也可以哦 你要确定我用得到 刚才那个口罩跟白木耳用得到 你不要乱送哦 你说到重点了 就是我能拿出来送你的 不一定是我能够用的吗 对 很多都是你用不到的 你知道那个东西多到 你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路过不去 然后呢 好 那你要讲你妈妈怎么回应 让你觉得不知道怎么接话的 我们要回到正轨 然后我就传了讯息给他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对话 对话就会抓公彼此 对 我就传讯息给他 我说东西真的太多了 你不是说那些东西 要慢慢的处理掉吗 可是你没想到你的慢慢 是越处理越多 而且真的已经就是乱到 我看到我心情都会很不好 你确定你在跟你妈妈讲话哦 对啊 我就传那群讯息给他 我觉得你讲话好有学问 好文周周哦 我真的就是 跟他讲话要很有礼貌 我也害怕他想太多 我真的是很有礼貌这样传哦 我说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 然后呢 我妈隔天她看到我 她就先生气了 她看到我就说 用很生气的口吻跟我讲说 我就说如果不处理掉 我就要请卡车来载走 好就Andy隔天我妈看到我 她说你去啊 你不喜欢看到这些东西 你去啊 你就叫卡车来啊 连我一起载走 真的啊 她是用打电话回的吗 没有我妈看到我 她当了我的面 她就在那边边扫地 然后看到我 在那边 应该现在这个时间可以说了 你去啊 你去啊 你叫卡车过来 你叫卡车 卡车你顺便我一起载走啊 他就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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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你妈妈真的很会说话耶 她说得很好 是啊 她很会表达 你是不是在鼓励她吗 不是你都没有听出 她的内心的那个愤怒 然后她的愤怒 是基于一个很大的恐惧 就你讲了这个 就是否定她囤积东西嘛 对 那你否定她囤积东西 她就觉得你在否定她这个人嘛 那你否定她这个人 就代表你不要她了嘛 所以结论就是 你并不是不要那些东西 在她的解读 就是你不要她了 真的假的 所以她讲得很具体啊 就是干脆连我一起再走啊 不是啊 她怎么把她跟那些东西 一起做比较 老人家就做啊 我跟你讲 我们讲的主题是好好说话 对不对 当你否定一件事情 或某一个人 他对某些事情的观感 你否定的是这个观感嘛 但是 其实你就在否定这个人 你否定这个人 你就在否定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他就会觉得你 就是不尊重我 不喜欢我 哎呀 我跟你讲 因为有一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家人都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知道那个东西很多 然后他也喜欢去捡东西 然后他现在变成有一个兴趣就是 他每天早上 大概 什么兴趣上那种老人课啊 就是什么健康这样做 然后上完之后 你知道他的体力有多好吗 他还可以骑着满车子的 勾勾楼车子 满车子的车子 去那个跳蚤市场 买东西 卖东西 为什么讲到这边会想流泪呢 这还不错啊 他懂得把东西 你不是觉得很好吗 他把东西清理掉 他已经在努力了 你还要怎么样 他还跟隔壁摊花了十块钱 然后他回来很开心的说 我跟你讲 这隔壁摊买十块钱 我卖八十块出去 然后我就回他说 你有这么缺钱吗 我觉得王妈妈好努力啊 他怕卡车来再走 所以他有去把他卖掉 等一下再跟你说 我真的哭笑不得 外人都不了解一个家庭的故事 那么大家听到 洛泉在跟景文聊天 妈妈有喜欢收集东西 再去市场给他卖掉 那景文都流泪了 这件事情 我从一个朋友的立场来看 其实你担心的不是那些东西 你知道吗 你是担心你妈妈 是不是有一点不正常 不是 我担心他骑车危险 我们为什么帮他换那个勾勾楼 就是因为他之前 那个旧的摩托车 他坏在那个秀朗桥上面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很省的人 他是坏在秀朗桥中间 就介于中和跟心电中间 然后呢 那个都两边的警察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到底是归 就是撞车是归中和的警察处理 他受伤是归心电的警察处理 然后那天在医院的时候 还有这样分工 因为他就受伤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 停在那界线 后面被摩托车撞上去的 我觉得这就算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生命的安全 然后那时候送到 所以你是心疼他说 为了这些在你眼中的废弃物 然后他心中的珍宝 而让自己的生命有危险 我们每天我们家人都提心吊胆 他骑摩托车 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然后他真的是 因为那天在医院 我就想说不要让他骑摩托车了 就不帮他买摩托车了 可是没办法 他还是想要骑弯到处跑 他不知道哪来的体力 我跟我妹都非常佩服他 我们就想说 他是不是都不用睡觉 他晚上可以在那个一楼 整理东西 整理到12点一点 就为了隔天要去买东西 对 然后我每天看到他 我都不知道跟他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可是我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说 哇塞你妈好好 这样很好 他自己会找事情做 体力好好 我都觉得哪里好 我觉得好怪 你是心疼他什么 你心疼他什么 那个点是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要 让自己那么累那么辛苦 他没有觉得累的话呢 如果他觉得那是他的乐趣呢 你从哪一点有感觉到他累呢 我没有 我看到他 有时候他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下午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就是睡觉啊 很累啊 可他如果晚上不整理也睡不着呢 就靠整理来 就是打发时间呢 可能吧 可是我就是很担心 就是他车子骑出去外面 就是 对啊 因为他有那一次出车祸的经验 其实在我心里面 我就很害怕 应该是说我很害怕失去他 对啊 对对真一节点 可是会不会你心中有一个矛盾 就是 很矛盾啊 其实你很想陪他 可是你又没那个时间跟耐心啊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你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他的空虚跟没有安全感 但你又觉得你好像 没有办法去承担 要给他空虚 满足他没有安全感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矛盾就在 有的时候家人之间啊 有的时候相处起来 你有发现到可能两三句话就吵架 两三句话一个不对劲的讲话 就就真的 而且那我觉得那讲话 有时候吵架真的都不好听 对啊 可是这个吵架 像我妈说什么卡车叫他把他载走 我到现在我也是很生气啊 因为我就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他就是讲话 我觉得都超级酸 可是因为大家会讲话会这样 其实都是一种 你知道吗 其实都是一种 其实你已经在那个压力的边缘了 对当你会口不择言 或你回应出了就是你最气头上的那句话的时候 就是其实你的内心的压力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 所以你们五女应该就是坐下来聊一聊 可是我跟我爸不会这样 我跟我爸就是我们就是很像朋友 然后就是可以好好的聊天 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我爸没有问题啊 可是我妈就会觉得 有时候就会觉得我都在我爸那边 其实不是 我觉得是 我真的觉得我妈好难沟通 其实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家人就是相爱的程度 也是那种带来紧张压力的关系 但这个爱没有办法透过真正的机会跟语言去做很好的表达的时候 那个内心的挣扎跟痛苦有时候就会多一点 所以跟家人之间真的更应该要学会怎么样去好好说话 欢迎继续回到现场来跟景文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 若群刚才跟景文聊了很多家务事 那就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嘛 就是其实要对外好好说话很难 因为有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们很白目 但有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体贴别人 同理别人之外 偶尔现在年纪越大了 要有一个被讨厌的勇气 就是我可以选择我真正想讲的实话 你能够跟我同理 能够跟我沟通 我就帮你当朋友 不能的话我们就少来往 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家人的时候 有时候是真的比较困难 但有时候呢 因为我们站在这种家庭沟通啊 或这个心理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是真正要把彼此的那一种 内心深处的恐惧 去真的要找个机会 慢慢的把它就是解开来 比如说几个人担心的是母亲的这个安全 或骑车的安全 那母亲可能老人家满海觉得说 这就是我自己过生活的一种形式 而且这个东西很复杂 我觉得你们一定 就是这个东西不会发生在就是今年 当然当然当然 从小到大一直累积一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我有我的率性 那你有你自己的任性 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关心 然后又觉得好像一直没有办法 有时候是为了驾驭或控制 我们这个关系的发展嘛 然后我们就不喜欢被对方控制住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很多的语言来宣誓说 你比较尊重我 你不要一直想要控制我 那我问你 如果我妈妈就是 如果我妈妈说那句话 叫卡车来顺便把它载筹 如果是你 你后面你会怎么做 你会再回话吗 会啊 其实妈妈最需要回的就是说 我怎么会敢给你载造啦 东西都可以载造 你一定会老的啊 如果试着回这样的话是 一定关系就不同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中年子女啊 就像这个个案一样 就是说我们明明就可以一句话句话 解这个紧张关系 可是我们就要回十句话 就给我们更多难处理的东西 我跟你讲 有些人会怎么回你知道吗 不用把垃圾载走就好 你留下 这也还不错啊 这还不错啊 问题是要他懂得幽默啊 不会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 因为他最想要听的就是 他必须要留下这件事情 关键话就是至于什么语气 当然用我的语气说 那也该是一百分啦 然后垃圾照你留下也蛮 蛮man的还不错 OK 对 所以 要回答到重点 好 我真的 我们通常都很难回答到 对方想要的那个key point 我告诉你 你们哈 就是吃的苦头不够多 你也不要觉得我很有智慧 我很厉害 其实我吃的苦头更多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 你给自己惹了更多的麻烦 然后你要去善后 然后要再来怎么样去逛街啊 吃东西啊 去修补彼此的关系 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呢 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很难 因为你知道那句话要说出口 对你来说很难吗 我可能会用幽默的方式 OK 问题是我妈不太幽默 我爸 我爸可以这样回应 然后我爸 那你不要太幽默 你就照我的意思讲就好了 我觉得你的意思对他来讲应该适用 因为你有时候的幽默会变成一种 你自己觉得很调皮啦 他会觉得很反讽 会觉得说 对 你是在给我扣 给我啥吗 对啊 因为我有尝试的就是 我觉得我就跟我爸很幽默 我反而觉得我妈听不懂 我觉得你妈妈比你爸爸更在意你们的关系 你爸爸也许是很信任你是爱他的 可是妈妈一直有一个怀疑说 请问真的有在乎我吗 所以每一件事情 他会有一种不同的解读 那我们今天好好说话呢 提供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学习沟通的方法 也希望你觉得有所收获哦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